當我在翅膀陰下 就蓋蓋我 在你的手中 當大海翻腾 波濤洶湧 我與你沾翅膀疼 你仍坐望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知你是神 我臨安息 在基督裡 你仍然是我愛人心靠 當大海翻腾 波濤洶湧 我與你沾翅膀疼 你仍然是我愛人心靠 我與你沾翅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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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安靜 知你是神 藏我在 使光 Your wings Cover me Within your mighty han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thunders roll I will song with you About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Now you are God Find rest my soul In Christ alone Know His power In heartless and trust In heartless and trust In flesh and Christ And thunders roll I will show you The love that stops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No you are God 這是什么吊 A吊 A吊 哇 绝对已经准备出来了 好像在怕的那种事 很灾难的事情 那像龙卷峰有人进入住吗 龙哥你是被卷到天汉 原来我看到过那个被龙卷峰卷的残骸 就前两天 一个月 一个月前 六月份的时候 但现在还没修好 设想一个 设想一个 诶你再这样子我们把你的叫相机握手 你今天偷拍的我多少时候就要拍 没有 没偷拍 那你还 设想一个自然灾害 都是直接拍的 没有偷 然后如果你现在想像一个自然灾害的场景 就是你会怎么样才能使你自己感到很安全 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大地震 然后就像汶川那种大地震 然后突然房子全倒了 然后就被埋在里面 但是你没有死掉的就是你被埋在里面就是完全黑 然后别人也听不到你讲话 然后那种就被那些砖头什么埋在里面 有受伤吗 就是可能受点轻伤 然后你又走不动 然后你又喊不出来 不然你喊了也没有人听得到 躺着保存能量 什么 躺着保存能量 还有呢 难道自己去挖洞了 这个想法好像不太现实了 那你会想些什么东西 就是你你会自己做些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那时候你肯定很害怕对不对 哼歌 就是要就是 不能让这个世界就是一下子特别安静 自己当然也会把自己逼疯 所以一定要弄一点声音出来 鼠羊把自己给鼠睡着 鼠睡着了 鼠睡着了 鼠睡着了是最好的 还有什么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你可能很紧张很害怕 你可能不一定睡得着 就有没有想到 因为 因为我觉得好像自然灾害现在很多 就是新闻里面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闻 就像什么天坑啊什么 那些就是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之前几年我没有见过的 就是新闻里面不是经常天坑就是地上突然裂出一个坑来 然后什么一栋楼突然陷到那个坑里之类的 就是说等你当你看到这种样子新闻的时候 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有一闪那个念头说 哎呀如果我在当时那个灾难的现场的话 然后我如果是那个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办 就是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会比较安全 像杨迪说那个可以唱歌 然后让自己觉得不要不要太安静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哭啊 哭啊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自己保存能量嘛 有病呢你又哭要叫最后老师 就是 但是可能会害怕可能护起这种释放就是 害怕会淡定淡定 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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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时候谁能淡定 是啊大家都不太容易淡定 然后我是以前设想说如果我真是被埋在一堆东西里面 然后什么黑黑的什么看不见 我觉得我唯一的要会拿出来的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只有时间够 我拿一样东西的话 我可能拿一个ipod出来 里面都是充满的电 然后呢我就吃一个 拿个小吃就完了 那你还不拿ipod打119呢 没戴耳机 你都没拿耳机 怎么办 那还说你也是到 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 你都在抱掉了 对不过我想的是 我比较害怕的时候 我会让那样 就让我心里平安一点 就是我会放一些 就像我们刚刚唱过的那些歌曲 然后在里面会平安 然后呃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你们都有bible吗 你们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要拿ipod 然后我们看一下诗篇第46篇 那你自己拍照吧 你这有44个队内的 对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他那边有两条河 就像那个在伊甸园有四条河一样 好像是神的伊甸园 对以色列人来说 耶路撒冷城 是上帝赐给他们的 一样伊甸园 为什么 因为耶路撒冷城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 有一个 现在你去耶路撒冷 你也知道 那个圣殿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一个 有一个金光顶 还是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废墟 不是废墟 不是废墟 这样你废墟也找不到 你一块石头都没有放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 因为耶稣当时预言圣殿被毁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 当初那个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城的中心 那个圣殿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上帝跟人同在 因为上帝跟人同在的时候 这个圣永不动摇 你看 因为当初一个背景就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 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 当初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就在 当初 大概主持人 大概有以前 多年前 当初耶路撒冷被围攻 那个 他那个王叫西西加王 他就在那个城里面 然后他被围攻的时候 他被亚述 帝国围攻 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地方 当初很强盛 那个地方 那个亚述王 就来攻打 他把以色列所有的城市都攻打 就攻下来了 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城 所以 他把那个大军 把耶路撒冷城 团团围住 当初所有的人 觉得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就觉得没有希望再 真活下去了 所以 你看这篇诗篇 就是差不多用这个背景 就是说 他就看见 好像从人来看 山也改变 地也改变 朝代也会变 那个大军已经围住耶路撒冷了 人的心 就像海水一样 波浪翻腾 有很多人 准备逃跑 但是 当西西迦 他说的那个先知 刚当初有先知告诉他 你要 你要在神面前 站住 安静 就像这里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所以西西迦本来想很多办法 要去求援 要去干嘛 但是 其实这些都没有用 最后 他唯一能够做到的 就是在那边 安静等过神的座位 他就在神面前 真的进到神的殿中 去向神糟糕 后来 第二天 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亚述的大军 一天之内全部撤退 就是历史有些记载 是说他们等于军中 发生了一些鼠疫 类似于这样 所以他们可能 就是一下就撤退了 所以 到现在那个历史考证 你跑到那个亚述 亚述 现在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 现在有一块碑 就是记载亚述网的一些攻击 但是他不会说 亚述网被打败 亚述网也不撤退 他就说 亚述网当初 怎么样攻打耶路撒冷 把那个成团团为主 其实他就没有打下来 那么打了一个军队 所有的地方都打别人 只剩 只剩耶路撒冷城 那个地方 没有被攻下来 所以神是很奇妙的 不光 所以当我们人看见的 好像只是我们周围的团团的大军 就像我们生活里面 无论你在学校里 或工作里面 就是你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形 好像你在人来看 你好像 已经处在一个绝境 你根本没有希望了 你就已经完蛋了 但是 在神来看 其实不是 但你靠神的时候 上帝还是有祂的作为 上帝还是可以改变一切 因为祂是 无所不能的事 所以 其实在这个诗篇的背景 在当初那个时候 就是指 一看那个猎王记下 如果 有神经以后 回去看 在猎王记下里面 就说到 就十八章十三节到 十三节到 十三节到 十九 十八章里面 十三节到十九章 三十六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看那一段 就是 他怎么样被围攻 怎么样被打败 亚述 亚述亚迷被打败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因为你现在去 如果你去叙利亚的话 你可以看见那个 亚述碑 就是亚述亚迷 当我们在人生的经历里面 你可能不是那么样 Dramatic 就是好像 不是到了那种地步 但是你知道 这是我们所信的神 两千年前的神 三千年前的神 跟我们今天所信的那位神 是一样的 在神没有改变 他也不动摇 其实山会改变 地也会改变 海也会改变 人也会变 世贸中心已经没了 那个Titanic也成了 今天有人跟我说 Titanic故事也很好 他说 Titanic 现在不是说 那个故事又可以 不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英国那个 王楚 还是那个 有一个新闻 你们没看过这些新闻 这两篇 你看 都没看 这两篇有新闻 就是说 那么Titanic故事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说这是个人为错误 他把那个船 看见的冰山是两海里 但是他先口令传错了 口令传对了 听错了 他先打左满舵 应该打右满舵 他要打右满舵 那船太大了 已经来不及了 就撞上了冰山 撞上冰山之后 其实他本来不应该成了 但是在往前 他又开了三海里 十海里 然后就等于进水进去 就沉掉了 那是两位是这样的 没有他可以说 但是他就 make a wrong decision 之后人就把那个故事 给cover起来 一直到现在很多 几百年之后 有人把那个 但是当初那艘船的名字 那个报纸上面就叫 unseekable 这艘船是永不沉默的 所以照人来看 你觉得可以依靠的东西 永不沉默的东西 他有一天会沉掉 但是呢 本来来说 你觉得你快要沉掉的东西 如果你依靠神 就是上帝可以让你 他永不沉默 很多东西都会改变 但是上帝是真正不改变的时候 所以这里就说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那个永不沉默的 就是其他东西你都改变 因为你可以 你靠如果那个能改变的东西 你就不会去靠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待在这里 你知道这里会塌了 你就不会改在这里 这里就不能成为你的避难所 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 是他不改变 他永不改变 是你值得依靠 你可以依靠的神 所以这也是这片四片的背景